今天是2020年6月2号夏令时 西海岸的时间 现在这个疫区不但是疫区了 北美这边从电视新闻上看到 不管是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游行 还有那个暴徒杂抢这些商店 但是呢 真正老百姓的居民去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边老百姓散步的啊 印度人也挺多的 这边是华人区了 今天录了一段 叫我们他我们老弟帮着发一发 讲一讲这个疫情和这个现状吧 北美温哥华的 基本上老百姓的生活 还是没有问题的啊 看这种好的公寓楼啊 都是咱们华人买的 里边租户大概有也是一大半了 今天上午那个视频说 这个区是华人区嘛 五分之三以上的华人 大家看跑步的偶尔能见几个印度人 走路的这些年轻人小小朋友 大家看都是黑头发黄皮肤 所以呢 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要入群的 就加我们群主的那个微信或者我的微信啊 我们群主主要是成立这个群是因为他的粉丝太多了 他这个为了大家服务就是沟通信息吧 国内外的啊 这个群里现在全世界各国的都有 起码咱们华人移民的主要国家吧 都有群里边的 所以如果要加的话 就是TJ王 WANG 要验证一下啊 进群的时候有一些朋友验证他就不愿意啊 说头像鱼 他害怕什么我也不知道 为了大家的安全和公平吧 在群里面交流 当然群里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了 原来一开始进来的什么都有 什么目的都有 也拉走了 有的是被清除出去的啊 捣乱分子 有的是被拉走的 就是有的要给他收费啊 做什么信息介绍移民什么一类的 大家记住千万不要相信这些人啊 就是进了群里以后也要小心啊 好了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